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灰王子一点都不像王子 他满脸雀斑 又瘦又小 总是浑身脏兮兮 他有三个 高大 强壮 毛发又多的哥哥 他们啊 常常嘲笑灰王子长得丑 他们三个最喜欢带着公主女朋友到迪斯克王宫跳舞 这时候灰王子就得留在家里打扫房间 当他做完工作时 总会坐在火炉旁休息一会儿 并瞧瞧许愿 希望变得像哥哥们一样英俊 某一个星期六晚上 当他洗袜子时 一个脏兮兮的小仙女 从烟囱里掉下来 我可以实现你的愿望 小仙女 挥舞仙长 大声念起咒语 琵琶蹦 踢踢踢 空灌变成小汽车 琵琶蹦 蹦蹦 蹦 送你去跳迪斯克 二 汽车好像太小了 这个小仙女真的有魔法 把空灌变成了小汽车 可是这个汽车也太小了吧 根本不能坐啊 接下来要替灰王子施魔法咯 老鼠脚趾 熔圆眼睛 这时候灰王子的破衣服 就变成了一件黑白相间的泳衣 仙女心理想 但我说的不是泳衣啊 好了 现在来实现你最大的心愿吧 你会变得高大 强壮 而且毛法又黑又多 灰王子果然变得高大 强壮 而且有着又多又黑的 糟糕 又错了 小仙女 悄悄安慰自己 但是 没关系 我确定 魔法在五夜十二点 就会失效 因为魔法的作用 黑王子并不知道 他现在变成了一只 高大 强壮 毛茸茸的猴子 他以为啊 自己看起来很帅 所以 他高兴地去参加舞会 虽然 仙女变的车子太小不能开 但是 他想了一个好办法 王宫里 舞会开始了 大家开心地跳着舞 但是 当他到达王宫时 才发现 他个子太大 进不去呢 他决定 坐公车回家 有个漂亮的公主 也在车站等车 请问 下一班车 什么时候来 他问公主 还好 这时候 午夜十二点的钟声响了 灰王子又变回他自己 公主以为是灰王子 把毛茸茸的大猴子吓跑 救了他 谢谢啊 他大叫一声 灰王子害羞地跑掉了 他急急忙忙地 连裤子掉下来都不知道 这位公主不是别人 她是有钱又美丽的班尼公主 她张贴公告 寻找裤子的主人 巴尼公主宣布 因为某个王子 曾经从一个毛茸茸的大猴子嘴里 把他拯救出来 所以 只要有谁穿得下 王子遗失的裤子 公主就嫁给他 命令 即日生效 许多王子大老远赶来 拼命要把腿塞进这条裤子里 但是 裤子扭来扭去 就是不肯让任何人穿 当然 灰王子的哥哥们 也都抢着要穿这件裤子 依依不要急 我穿 你穿不下啊 让我穿 我来我来 让我穿啊 让他试试看 公主指着灰王子 啊 那个瘦猴子 不可能 不可能 哥哥们不屑地说 但是 他穿上了 班尼公主立刻向灰王子求婚 就这样 灰王子和班尼公主结婚了 从此过着豪华 幸福的生活 班尼公主跟小仙女 说了一些关于长毛哥哥们的事情之后 小仙女把他们通通变成管家仙子 从此以后 他们都得在王宫里 飞来飞去 做家事 好 这个故事就说到这边 小朋友 你觉得王子一定要又高又壮又帅 才能叫做王子吗 那如果你是长得比较不高 比较瘦的小朋友 也不用担心 一定会有喜欢你的人 和愿意跟你做朋友的人 希望所有小朋友都能够快乐地做自己哦 希望你喜欢这个故事 别忘了追踪 爱有属实的脸书 podcast和youtube频道 听更多的故事哦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